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我们中文学校的节夜典礼 这是表示我们一年的学习已经告一个段落 孩子们即将去度暑假 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将停止学习中文 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家里讲中文 跟父母们有很好的学习 在九月开学的时候又能够回到我们中文学校来 继续进行他们的中文的功课 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知道孩子们是在学龄的话 也非常欢迎他们来我们中文学校 上周日下午举行的如何带领小组茶经工作坊 理论结合实践 不仅用讲座的形式 向有心带领小组茶经的弟兄姐妹 介绍了怎样预备茶经 何处寻得合适的茶经资料 如何理解和设计茶经问题等等 还特别当场用小组示范实例 来展示茶经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方式 最后所有参加者分为三大组 讨论当日学习的领寿 分享之前在带领茶经过程中 所发现的问题及自己的经验 虽然此次培训时间只有短短一个半小时 但是弟兄姐妹都有不少的收获 愿上帝纪念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姐妹 用心地摆上 也愿这次的工作坊 能切实地给小组长带领茶经提供帮助 在这次的属灵书籍推荐栏目 赵长老有好书要与大家分享 兄姐妹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就是《三语》 是有关富人人的一个传记 富人人是在1906年蒙神的护照 那么1908年 他放弃自己作为工程师 或者钢琴家这样的一个前途 然后来到中国的云南省 他最开始是给汉主人传福音 但后来他看到高山上住的历属主人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而且非常受歧视 在整个向他们传福音的过程中 他真是面对很大的征战 有淑林上的征战 有他自己身体上的软弱 曾经他有过软弱 就是沮丧 在他在那边服侍五年后 在历属山区 因为没有人信主 或者信了主的人有不信的 所以他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在他放弃自杀的念头 又重新得胜的时候 神让他看见一个复兴 就是他在一年 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带了差不多六百人信主 当他正他高兴的时候 他发现很多人又回去 放弃信仰 回去拜偶像 甚至因为冬天太寒冷 也不愿意聚会 所以他当时又陷入另外一个沮丧当中 这时候他真是每天花很多时间祷告 对付自己生命中的老我 但是仍然没有任何的启示 差不多在那边十年过后 他也怀疑 就是神跟他这个呼召是不是对的 所以当时他下到山下面 就准备离开那个地方了 那这时候很奇妙的是一个 隶书族的一个导游他过去认识 就说一个村庄请他去 跟他们传讲福音 这时候他就重新回到那个村庄 这时候他发现不一样了 这时候他去那个村庄的时候 他发现都基本上整个家庭 整个家庭的信主 这些人不光信主 而开始传福音 是在1920年 是隶书族的一个大复兴 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真是也看见 真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也看见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 真是一个数年的征战 就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对付我们生命中的保护 然后我们的服侍 真是才蒙神的喜悦 才真正的有果效 我看见 隶书族今天有差不多 不是七八四的人都是信主的 而且他们整个文明程度 也完全变化了 因为他们没有文字 所以富能人弟兄 也为他们创造了隶书族文字 而且用诗歌来教他们来背圣经 所以他们很会唱诗 也欢迎弟兄姊妹来读这本自传 激励我们今天 效法他来服侍主 山语这本书 现在在教会大厅出售 五元一本 欢迎家人们前去购买 接下来是教会的报告事项 6月19日下周日下午1点15分到3点 在大堂 尹鸿峰博士将带来精彩人生讲座 认识人工智慧 讲座将介绍人工智慧的历史 最新突破和对人类未来的冲击 更是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 人与人工智慧的关系 尹鸿峰博士现在Docomo Innovations 任Principal Engineer 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智慧系统研发工作 曾与前学生和戴如为院士 一起研究思维和人工智慧 欢迎家人们邀请朋友一同参加 本年度第二次洗礼将定于6月26日主事举行 鼓励清除得救还未受洗的弟兄姐妹 报名参加洗礼 请愿意受洗的弟兄姐妹 趁着主日学新一期开始的良机 在受洗前报名参加木道班或基要真理班 并准备一份得救见证 请向各牧长传道人报名参加洗礼 若有任何问题或疑虑 请联系教牧同工为您解答 本周的嘉讯就到这里 对了VBS明天就要开学了 今天下午需要搬动大堂的长凳 以腾挪出场地 特别请弟兄们留步帮忙 另外今天下午1点半在B7教室 有宣道祖年会 请各位宣道委员准时参加 还有本周六的上午9点在B9教室 有本月份的长职会 请各位长职传道人准时参加 愿神赐福每一位家人 我们下周再见